进战职业打起来就是爽度满点 骑士冲晕,黑妖暴击,龙斗屠宰 三人联手把敌人杀个片甲不留 但是这样就没戏了吗 天堂M第八个新职业黑暗骑士 目前已经在韩版正式推出 无视等级100%命中敌人的OP设定 限上所有进战玩家 1.5倍的暴击伤害加上可以拿盾的冲晕技能 可以说是兼具打击和防御的完美职业 一退出就掀起大量的转职蜂巢 体验过的玩家各个竖起大拇指 这么强大的角色定位 你怎么能不试一试呢 在黑暗骑士的故事中 学得黑暗标记之后身体开始产生变化 普通攻击变得如魔法般的准确命中 魔法的能力也连带影响着黑暗骑士的角色设定 黑暗骑士的本质等同一般的骑士 因此在能力的培育上依然以力量为主 即便拥有极高的攻击命中率 但根据韩服玩家推导出的伤害攻势 力量依然是养成黑暗骑士极为关键的能力 而同样是骑士本质的他 在装备与武器上的选择几乎与骑士没有分别 简单来说 骑士能够穿的装备可以直接转给黑暗骑士使用 但与骑士不同的是 黑暗骑士是以单手剑搭配盾牌为主的职业 除了在攻击速度和防御上有绝佳的优势外 单手冲阴也成为了这个职业吸引玩家的重要特色 玩家不必平凡的切换武器就能进行牵制敌人 给予致命的连续伤害 黑暗骑士的武器选择变化多样 但总归来说 具有不损坏以及对不死系加成伤害的武器会是首选 详细的武器选择小兵将在后续的影片为大家详细分析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赶快订阅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除此之外 再告诉大家一个值得留意的消息 在韩服推出黑暗骑士的同时 举办了红子5的限量兑换活动 不论刻印与否 英雄级的武器只要符合强化条件 就能兑换限量的新武器真系剑 而传说级的武器也能限量兑换海陆拜匕首 这是黑暗骑士的顶级武器 黑暗骑士在战斗方面可以透过技能提升减免伤害 随着战斗时的血量降低 还能逐渐提升药水恢复率 当敌人带着暈眩技能当头半喝时 瞬间发动反射会让敌人毫无防备的陷入为难 更强大的是 杀死敌人的瞬间血量会迅速恢复50% 即使回春也能透过技巧快速回到战场 再战力可以把其他职业远远的抛在后头 根据实测 黑暗骑士的体质胜过龙斗与骑士 因此更能在强大的怪物包围中存活下来 然而 由于赛尼斯赋予黑魔法的缘故 黑暗骑士的攻击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魔法影响 不擅长远距离回避的弱点 在面对远距攻击的时候将会承受更直接的伤害 在战术上 黑暗骑士能够给予敌人不死戏的负面状态 当使用属性克制的武器攻击敌人时 巨大的伤害将会使敌人难以招架 黑暗骑士的技能共有三个等级 第一级技能绝大多数能透过任务或者是NPC商人取得 而黑暗护盾 极限恢复 黑暗之眼与亡灵诅咒四个技能为红技 复仇者逆袭 黑暗冲阴复仇者 极限恢复复仇者三个技能为纸技 值得留意的是 第一级的黑暗冲阴技能在韩服推出职业时 限时开放玩家以约1000万的金币向NPC商人购买 另一招反射冲阴则是以3300万金币就可以入手 错过活动的话就必须花大把的荣誉硬币才能买到啦 如果要从怪物身上取得技能的话 线人区附近新成军的黑骑士战斗基地 可以获得不少黑暗骑士的高阶技能 但是这里的怪物强度直逼奥曼之塔7楼以上 群体攻击的特性一不小心就被秒杀啦 千万要小心啊 而大家最想知道的任务变身会拿到什么呢 由于黑暗骑士也是骑士 因此在黑暗骑士的主线任务中 获得的变身跟骑士完全相同 如果你已经拥有4种骑士变身的话 不妨利用心练的方式重复拿蓝变拼红变 根据以前新职业的活动设计 黑暗骑士活动推出时 同时会推出冲等包和经验值合并的商品 想怎么练就从现在开始思考吧